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要来开一个新坑 那就是简易温馨版的百孩挑战 那我们的主角呢,还是余安娜 那这个百孩挑战的major rule呢,是一样的 那就是在让一个家族里的组长生于100个孩子 在第100个孩子出生长大之后呢,挑战结束 那就是让我们的余安娜要怀上100个孩子 那在规则的细节方面呢,我是有所改动的 那第一点呢,就是主动家庭最多可以有两名组长 可以不限性别,但是必须能够怀孕 可以使用故事模式来创建小人 然后每次直播呢,百孩挑战的目标是要生三到五个小孩 然后组长可以跟任何人发生情感纠葛和关系 我们要寻找所谓的捐赠者和组长培养出感情 然后让组长受孕 然后科技婴儿只能在有分条接近一半的情况下 与捐赠者培育一次,而且仅限一次 并且在百孩挑战里面呢,就是 科技婴儿最多生产10个 那之后呢,就必须怀孕生产 我们的主控家庭里面呢,只能居住组长和孩子们和宠物 然后组长可以拥有自己的宠物,可以去度假等等 然后我们的组长要和每一个捐赠者合影 那这一期视频涵盖了百孩挑战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嘛 嗯,我想一开始生孩子的话 就让于安娜稍微轻松一点吧 我们来弄两个科技婴儿 因为我们的于安娜也要慢慢的去适应 就是作为母亲的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details 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满足组长的生活乐趣需求 因为毕竟要生100个孩子是非常辛苦的 100个孩子当中只有5%的孩子 可以用MC作弊模块来买个技能 如果组长搬路的地段拥有地段特征不更改 但是如果没有,可以随意选择三个 然后组长可以完成任何抱负,结交各种朋友 给孩子阶段增龄的同时呢,要观察孩子的长相 并且给予全套的整容套餐 毕竟这也是我玩模拟人生史里面最interesting的这一部分 并且要排序吧,就一到一百吧 然后游戏完到最后呢,我会选出长相最好看的前五名小人 然后给大家就是来做一个观赏吧 随意相机能达到五级之后呢 青年孩子可以搬出去住,弹出空间 但是他们也可以留下来 我们的主控家庭允许增长家庭人数到102至104 但是组长必须担负其养家的一个责任 捐赠者是不能够搬进来居住的 但是可以来看小孩和母亲 一百个孩子长大后呢 我们会放入各个世界地段的DLC里面 然后我们的故事呢 会将以这些孩子的生活而继续 还有一些其他的details呢 大家可以自行观看 我们的与安娜呢 是结束了她的白手起家的挑战 那她现在是名人等级三级 买了一栋房子 并且又赚了更多的钱 然后收养了一只叫门卡的猫猫 因为安娜的早年经历比较惨淡 在孤儿院里面长大 所以她现在是极度渴望家庭的温暖 所以她来参加 来进行这一个白孩挑战 OK那我们现在的安娜 再合一个吉祥物 这应该是CAS里面就是有一套服装 就是这个样子的 哇他们聊得好嗨啊 他们在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好麻雀了 她要走了 我就想问一下安娜 她知不知道这个人 如果把那个布偶装脱下来 是长成什么样子的吗 她都不知道 那下次见面都不认识她 OK这就是我们安娜的家 这是我们的底楼 我们现在就只有底楼 我们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家一楼和二楼 这就是我们的门卡 我们的安娜 那我们的安娜现在在想 我们要从哪一个男人或者女人 开始搞起呢 我们先吃一点东西 然后吃一点 这些都是健康食品 然后我们要不要先找一下 我们的法埃罗 因为当时我们在白手几家挑战里面 法埃罗就是我们安娜最好的朋友 法埃罗和安娜是有粉条 在那里有浪漫情节 我想让他们先培养一阵子感情 我们的法埃罗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安娜的新家 走错地方了啦 这是我们家猫猫带的地方 来我们来坐下 我们来聊天 在此处先谈 我们来增进一下感情 我们的安娜现在要开始下手了 我们来一个性感姿势 然后甜言蜜语 然后我们再来指导我们的法埃罗来演戏 因为我们的安娜是三级名人嘛 然后也是有才华在身上的 我们再来一个坦诚受到吸引 哎哟挑逗能手 绝对出色的餐点 说明于安娜是很喜欢那种健康饮食 法埃罗是我们于安娜的 potential romantic partner 所以我们来拍张照 法埃罗这么长的怪怪的 是人中太短 然后鼻子又太长的缘故吗 我们现在不管了 我们现在拍到 哇这表情 于安娜是想自毁形象吗 朋友们我个人感觉 我们的法埃罗已经上钩了 我们再来送上玫瑰 然后再来个亲吻脖子 我们的法埃罗感觉 半推半就的接受了那一朵玫瑰 我们千万双手和脖子都可以 就算作是黑秀的前戏 然后我们去淋浴间黑秀 哎哟我们的法埃罗 就是回赠了玫瑰 哇发现我们于安娜的第一个孩子 已经指日可待了 OK我们现在来开始办正事 哇哦 哇哦 他说什么 点燃蜡烛 营造浪漫气氛 甚至是安娜的第一次黑秀 哦对了 顺便说一句 我在百海挑战之前呢 就把于安娜的名字改成了祝安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能够让别人发现 我们于安娜是人鱼的这么个身份 所以就改了姓啊 所以现在姓祝 祝英台的祝 我们现在正式办完了 我们安娜给了法埃罗的家里的钥匙 但是啊 朋友们 但是法埃罗发现了安娜有一点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祝安娜有一个新的怪癖 不要碰 因为安娜是名人 似乎所有人都认为她的隐私遭冒犯也无所谓 下面说的是啊 现在只要非家人或是为何她认真谈感情的某几世民和她有肢体接触 她就会感到紧张 另一方面虽然很少人办得到 但是如果尊重她的界限 就能够让她 充满自信的面对一整天 那我们的法埃罗就是突然就是有点 和我们的安娜就有点疏远了 现在我们的余安娜正在做派对规模的牛油果寿司卷 她可能是想做给埃罗吃吧 但是埃罗可能不想吃就走了 埃罗心想妈的这么尴尬 你还紧张 我还不想来呢 我打开了安娜的名气信息 看了她的一个外批列表 却现在只有不要碰和挑剔味蕾 其实还好啦 没有那么难搞 那我们现在就来订购配送服务吧 因为我们刚才想做东西吃的时候 发现冰箱里面根本就没有存货 我们就什么都来一点吧 我想问一下大家挑食吗 其实我是不太挑食的人 但是我有不吃的东西 像我不吃芹菜香菜和芥末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 没有啦 其实是最近几年我都不太吃猪肉了 可能是因为我的味蕾变了 就觉得猪肉有一股 我不太喜欢的味道 然后每过一段时间 我会换一批新的喜欢常吃的东西 像我最近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牛蹄筋 水煮鱼 榴莲和西瓜 我们回到游戏 我们的配送服务很快就已经送货上门啦 如果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快就好了 我们来接收外卖 其实这个小哥长得还不错 但是我们的余安娜可能并不会把它设为第一选项 我们来寒暄几句吧 然后给点小费 然后增进一下友谊 这有可能是我们以后孩子他爹啊 但可能不是现在的爹 我们来用个抱吧 然后就可以送出去 哇哦 天呐 余安娜生气了 哇 这个小哥好尴尬 余安娜这个不要碰的怪癖呢 以后白海挑战怎么搞呀 OK呢 那现在我们的余安娜在与俱乐部的朋友开派对 余安娜呢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余安娜得知丽的性取向是她自己 但是这位女士丽 她不想和余安娜发展成浪漫的情侣关系 美其名曰是因为安娜是三线名人 她自己配不上 那其实谁知道呢 她有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各种矛盾和difficulties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余安娜是一位非常generous的人 我们在那个开俱乐部的附近找到了凡艾罗 所以我就进到MC控制中心 稍微帮她微整了一下 其实她长得还是蛮有特色的 然后她现在就在那里练习魔法和法术 我们在美式达人的俱乐部里面遇到了RICO 那朱安娜呢就邀请RICO去她家坐坐 看一下她有没有可能成为她1%的孩子她爹 OK我们把RICO叫过来 我们来循序渐进的来诱惑RICO 我们先来指导演戏吧 我们的余安娜就是先假正经一下 想让RICO就是对她产生一点 怎么说呢尊敬和敬仰之心 然后我们再来奉承一下RICO 看上去她们还是蛮般配的 演艺剂激情 我们的安娜当然喜欢演戏了 我们安娜可是名人啊 安娜获得了RICO的以下特征 创意不错啊获得情绪 安娜觉得跟RICO待在一起很有趣也很开心 我们让她拍张照吧 其实她们两个还是很有戏的 RICO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像是目光之城里面的狼人 然后五官的硬件设施条件也是不错的 我还是蛮期待她们两个人生出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 OK那我们现在考虑一下加持粉条 浪漫里面调情里面的甜言蜜语 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牵手 她接受了 挺好我们开始有粉条了 我们开始变得挑逗 我们再来亲吻双手 然后再来拥抱 然后再邀请过夜 初吻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 她们两个就是随机出来的NPC 就是生出来的孩子随机出来的NPC 会真的是比较好看 哎呦她们两个都是初吻 哎呦安娜装什么呀 她的初吻已经给法埃罗了吗 她们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幸福的样子 嗯我们要不然等会就开始黑秀吧 我们还是在淋浴间黑秀 嗯 这么快就成为了安娜的男朋友 哇已经沦陷了 已经沦陷在我们的安娜的温柔富贵乡里 来我们来办正事 这个游戏刚开始的规则 我就说过 于安娜可以有5%到10%的科技婴儿 并且在投机次怀孕的时候呢 我们会让她来生科技婴儿 并且用MC作品模块让孩子增灵 这样子可以减轻安娜家庭的一个负担嘛 然后毕竟安娜也是第一次当母亲 就稍微投几次让她轻松一下 那到了安娜的第三胎开始起呢 我们就会以幼儿和儿童的形式开始养起 那并且呢用蛋糕来增灵 我们跟RICO商量过后呢 RICO是同意和我们的安娜有科技婴儿的 那我们现在安娜要去医院生孩子 生科技婴儿 确定 我们的朱安娜现在正在生科技婴儿 我们的门卡 在采奶吗 她就站在门口等我们的安娜回家耶 好暖心哦 恭喜是一个男孩 我们就叫她朱南风吧 那大家记住了呢 余安娜的第一个孩子 朱安娜第一个孩子是跟RICO生的 一个男孩名字叫朱南风 跟随着门卡的脚步我们回到了房间里面 我们来直接给婴儿增灵吧 婴儿的特征的话 我在想谨慎吧 男生嘛 谨慎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增灵 好可爱哦 我们增灵钱先给她洗把澡 就当作是作为母亲的 怎么说呢 作为母亲尽到母亲的一个义务吧 我们之后还要剩99个呢 你就快点长大吧 我顺便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客厅里面放着浴缸 首先因为我们可能一家人都是人鱼嘛 所以人鱼一定要泡在浴缸里面 就是万一真的是缺水嘛 就比较方便 然后呢 因为我们洗澡的地方是淋浴嘛 所以就没有浴缸 所以就只能放在客厅里面 第二点就是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孩子 那孩子经常也会弄脏自己啊 所以就是也比较容易洗澡嘛 OK 我们的澡澡洗完咯 我们要不再喂一下奶吧 你看我们的小男风 看妈妈的眼神 天哪 好暖哦 你说她长大以后 会不会有恋母亲节 她不想被奶瓶喂 那就是直接喂奶呗 我们现在就是再来 这个领导儿童 希望不要长残啊 谢天谢地不要长残 南风又年长了一岁 我们来个万人迷吧 随他妈 天哪 这是爆炸头吗 南风又年长了一岁 我们来一个创意 然后无所畏惧 这是板寸头感觉 他们感觉像个小岛头一样 这个皮肤细节 哇 这个randomized的 我一定要帮他去整容 那第一个孩子 我就干脆全部作弊得了 然后直接增淋到青年吧 A few moments later OK 我们现在 马上就要把这个 住南风的小人给捏好了 你有没有觉得 住南风就是长得一股骚气一样 呃 这因为是随他妈妈 然后还有一点点男人的感觉 就是随他爸 然后肤色当然是随安娜了 OK 我们现在回到了 我们的Malloy杂乱品房 诶 这个名字什么时候改一下 嗯 我们帮助住南风 就是增加一点技能吧 然后俱乐部作弊 扩展作弊 提升名人等级 因为安娜是名人嘛 那她的小孩就自然而然 就是曝光度会比较高 然后我们也提升一下满意等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嘛 所以就稍微作弊一下 然后慢慢慢慢的 从第二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开始 我们就要正式的取养孩子了 夜猫子 奖励 商店的点数 勤俭持家 脸皮比墙厚 金刚膀胱 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必要的 诶 这是变成人鱼的那个海带 我们买两颗 然后神圣蜡烛 差不多了吧 我刚才进cast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的住南风 它其实不是人鱼 所以我就买了什么 什么若曼迪克海带啊 让它变成人鱼 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 就是将它转化成人鱼 我们把所有的技能 都调到了最高等级 我觉得住南风真的好幸运啊 我觉得应该是 我应该就只会在它身上这样子高 生活方式的话 我们来添加一个肾上腺素吧 好吧 肾上腺素 什么标高的一种生活方式 恭喜朱安娜 喜得一个大儿子 根本不用养 你就已经长得玉树临风 就可以已经帮助家里面 我们的Curico 是割草级操作员 我们有了儿子之后 才知道他是做这份工作的 我们先和朱南风 套下近乎分享下秘密 表示赞美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嘛 以后等我们安娜怀孕的时候 不舒服的时候呢 我们的住南风 就可以挑起家里面的大梁 我的意思就是可以 帮忙做一下家务啊 然后 你懂的吗 家里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安全感 也可以照顾一下猫猫之类的 我们等朱安娜醒来之后呢 我想去度个假 可以吗 就刚得了一个儿子嘛 就稍微去庆祝一下 顺便我们看一下 在雪国风光里面 我们可以遇到 有什么其他人 可以当作我们的 potential father 我们邀请了一位 和余安娜关系比较好的 在俱乐部里面 美式达人俱乐部里面 遇见的女生 还有那一位外卖小哥 就一起去度假 512轻松 这是我第一次玩雪国风光的 DLC地段 外部就是白雪矮的一片 我个人是蛮欣赏的 因为我喜欢比较寒冷的 那种感觉 那室内建筑就是 authentic Japanese style like pure East Asian life 其实我们余安娜在 度假 在这里度假 两天之后就回家了 首先第一点 因为她觉得太冷了 然后第二点是 她和那位女士话 有点不太投机 所以她就一直在喝东西 来缓解尴尬 OK我们马上就要回家了 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谁 诶有了 我们去布莱切斯特大学 成的DLC吧 那里有一户人鱼人家 那这一位男生 叫做叶拜春 然后他和易景 和古云烟住在一起 古云烟是人鱼嘛 其他两个都是人类 我们的安娜 在白海条件里面 那看到一个男性呢 就要勾引一下 看一下 就是能不能成 就是能不能借个肿 投以疯狂的眼神 也不只是男性啊 因为我设置的是 男女通吃 就是跟女生黑羞 或者是传宗接大 其实也可以 生出孩子的 这里有个读云的选项 大家知道读云 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耶 我第一次看到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之所以设置成这样 是因为在我的 模拟人生四系统里面 80%都是女性 因为男性CC比较少 就捏不出个花来 就女性的 怎么说呢 CC比较多 然后可以有 各种不同的形象 还有各种不同的装扮啊 发型啊 然后皮肤细节 包括身材 然后再加上 我是女性玩家 所以我玩起 女性小人 就更加有带路感嘛 这个画面还是蛮和谐的 因为如果我个人 去泳池的话 我也喜欢像安娜 这样子坐下来 然后吃一点东西 RICO OK 我们和RICO的友谊 还是在的 只不过就说 我们的focus 已经不在她身上了 我们刚才选择读云的 这个选项 办了不少好感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增加友谊 就是分享 烹饪诀窍 我们一步一步来 友善 情感 拥抱 看一下这个拜春 接不接受 我们再来点 寒暄的话语 询问是否单身 然后我们再来 讲引人陆生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觉得拜春 是那种 有点自恋的男生 然后我们再来 弄一个灵巧的技能 然后维修诀窍 安娜学到了拜春的以下 特征从容不破 现在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了 靠海边的住宅 其实到晚上会特别在冷 所以我们就直接 上一楼 一楼其实是一个小的 会客厅 然后呢 再加上卧室 那我们再来和拜春 再加点友谊 然后我们就开始 我们的浪漫公式 调情和诱惑 看一下她吃不吃这一套 在我们安娜的诱惑下 我们的拜春 终于感觉到 非常的挑逗 我们安娜还有好名声呢 她就说 她有机会 一较清静的友谊度 展开关系 拜春还有好胜的 这么一个特征吗 我都忘记了 我们进行出吻吧 他们不是说 就是可以一较清静的 友谊度展开关系吗 你们就直接亲吻一下 Hey guys 你们根本就没有亲到 好吗 还不管了 我们先把粉条 弄到一半以上再说 我们就可以再 就是生一个科技婴儿 哇这男的 真吵自怜 看不下去 我们安娜啊 只不过就是想借你 用一下而已 而并没有真的想 跟你怎么怎么样 只不过就是 逢炒作戏 弯弯而已嘛 我们再来亲吻一下双手 现在已经是礼拜五的凌晨了 我不想再跟大家 再多好时间了 我们赶快去生一个科技婴儿吧 反正粉条跟绿条 差不多就是过半了 确定 我希望这一次 生出来是一位女孩子 阿娜正在生小孩 哇真的是一位女孩子 太棒了 我们就叫她红堂吧 我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的 我们直接跟阿娜回家 我们好可爱的小婴儿 我好喜欢女生 这样我们直接来增灵吧 因为我们有五次机会 就是可以跨灵增灵 我们有十次机会 来生科技婴儿 因为这是第二个孩子嘛 所以我们就也稍微 就是偷懒一下吧 我们的红堂长大了 我们红堂又年长了一岁 我们来选择一个 情感激烈 然后我还记得一句话就是 So automatically at the end of this world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and a robot is emotion 这小婴儿长得其实还行 但是作为女生 就不是那么的精致 儿童阶段还蛮可爱的 就鼻子好像有点稍微大了一点 眼睛也稍微大了一点 Oh my god Oh my gosh 长残了 哦 这个是mutation吧 那红堂的眼睛呢 就是典型的单眼皮的单凤眼 发色和发质是随他的母亲安娜 脸型是随他的父亲拜春 那身材也是随他的父亲 然后其他的话 就各占一半吧 那我现在呢 是想念我们这个家族的另外一个组长 我觉得两位组长 应该就足够了 红堂呢 现在是在家里面 就是到处逛一下 熟悉一下环境 熟悉一下环境 一会儿 上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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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红堂和南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风的性格跟脾气就是有点捉摸不透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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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信仰当中有一种精神在那里 我觉得精神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白人没有那么强的一种精神境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相同的感受 如果你也是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 不一定在英国 就比如说你在新西兰 你在澳洲 然后你在各种北欧的一些国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是同感 在他们面对挫折的时候 他们给予自己能量的方式和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 是和我们亚洲人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非常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心理状态 你就会有所体会 那这一点我以后再说 我们的朱安娜和戴和学院终于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交融 我们先不急着验孕啊 我们还要再多搞几次 然后呢就是看一下 有没有怀孕 我们现在的朱安娜正在写论文 我觉得这个卧室其实蛮漂亮的 OK我们刚才说到精神这一方面 我个人是觉得精神是自我意识和自我性格的结合体 然后自我意识它其实也是性格的一部分 是每个人对自己长期的自我评价浓缩成的一种情感和感觉 那假如说呢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就是感觉到你自己是本质是一个可怜的人 坚强的人或者你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 低人一等有任性等等之类的 像这种类型的自我意识就像平静水面下的暗流 然后它会在日常的生活中悄然无息的 但是毫无保留的影响着你们的无数琐碎的情绪 选择行为 一般时候对于这个自我意识形态的人 其实是不会有特别的概念或者是特别的关注的 但是它确实十分的重要 然后这种潜意识里面的一个自我意识和自我形态 它让你在人生中会出现那种反复无常 类似的错误和过失 那这一点那就是你自己重要的一个人生课题 那好我们现在回到游戏里面 其实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嘛 我们的安娜之所以就是选择 在这里注意完呢 是因为她不想给戴赫轩有太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你一直一直就是上一直上 然后会让别人会觉得有点想要退后的感觉 所以就是想让戴赫轩稍微缓一下 然后呢我们在第二天再来打一炮 然后再看一下就是有没有怀孕 如果没有怀孕的话我们先回家再说 然后我们可以邀请戴赫轩来我们家坐坐嘛 我们来直接来验孕 看一下有没有怀伤 未能成功怀孕好吧 没事 我们的朱安娜当天夜里就回家了 然后邀请戴赫轩一起回家 然后呢他们在床上进行了传宗接待 他们直接就睡了 那第二天呢朱安娜就开始玩电脑 然后法安娜不请自来 然后他们两个又在灌木虫里面进行了黑熊的这么一个动作 昨天晚上安娜太累了就忘记验孕了 然后今天呢等法安娜走之后 我们来验一下孕 大家好 大家好我回来了 因为我刚从受医院接我家的猫咪回家 我一打开电脑就看到我们的朱安娜怀孕了 然后我在想到底谁的种 是戴赫轩的还是法埃罗的 我们只有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 我们才知道到底谁是朱安娜的这胎的另一半 戴赫轩是双性恋男 等一下 这穿红衣服的人是谁呀 还自说自话的从我们家的冰箱拿出了健康食品想吃 我们现在去MC怀孕模块 然后改到第三期的怀孕状态 现在这个落日余晖的一个景色真的是蛮漂亮的 就像是夕阳西下洒落的是余晖 繁华落幕 谁是谁的归宿 彩阳消失在地平线上 夜幕即将降临 闷隆的非常美啊 我们的余安娜呢 因为怀孕的缘故 就坐在这里 我们就上身网 看看视频 读读书 红糖呢 正在睡觉 在休息 我等会让朱安娜 把那个 Grored Tilapia and Stim Vegetable给吃完 大家有没有吃过烤罗飞鱼啊 我觉得烤罗飞鱼超好吃的 它的口感就是 带有点Crispy and Pungent 然后Usually serve with dipping fish sauce and steamed vegetable and rice 罗飞鱼因为是属于热带鱼类嘛 所以在英国买起来还是有一点小贵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鱼类 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那大家如果喜欢吃鱼的话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现在呢 是周天晚上七点多 我们的朱安娜和七星在客厅里面看电视 那他们也开始聊起 就是朱安娜怀孕 就问她现在几周了 什么时候会分娩 然后呢 我们来由衷赞美一下安娜 我觉得女人真的是非常伟大 然后也稍微关心一下 怀孕的一些事项 问安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们这栋房屋的一楼是这一期视频 刚刚新建出来的 我们有一间卧室 露台小客厅 书房 还有卫生间 还有我们的南风 正在练拳 我们选择的地域特征是 心爱抗净 舒适路加 合在地脉上 顺便检查一下 黑熊怀孕的几率之类的那些数据 我们加到100%好吧 最大值就是100 然后呢 启用 能力增强率 成年人增加到80% 80%的怀孕几率 我们的RICO 过来看我们的朱安娜 就当做老朋友一样来探望一下 然后呢 我们的大和轩 也会过来 因为大和轩毕竟是 这一胎的父亲嘛 我们的安娜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再过两个小时 她就要分娩了 那为了再阵痛初期 让安娜更加的舒适呢 我会让她就是走动起来 或者是听一点舒缓的音乐 然后呢 做呼吸放松的一个技巧 为了保证我们的祝安娜 在家中分娩成功 那南风呢 和季星在今晚是不会睡的 他们会陪伴安娜 直到安娜生下健康的宝宝为止 为了保存体力呢 那我让安娜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还是6分钟 我们的安娜就要生产了 OK 是时候了 我们就直接在家里生产 安娜也是牛逼的 站着生产 那我们第三个孩子是一个男孩 那我就叫他祝有量 啊原来是龙凤胎耶 那我们这一胎叫做祝禅吧 我们的祝安娜终于成功的 健康的生下了两位宝宝 我们一家人都沉浸在 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当中 现在是周一凌晨的将近三点钟 那我们祝安娜的这个生产过程 还是非常顺利的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祝安娜生了四个孩子 哦对了 不要忘了和戴赫轩合几张影哦 我们来拍几张照 我们的祝安娜是要跟每位捐赠者拍合影的 这是我们的百海挑战的规则之一 我们过一会儿就要照顾婴儿 让他增加年龄 我们的祝禅 性格特征的话呢 我会选择开朗吧 开朗或者宁静都可以 那就开朗吧 对于男生来说呢 我觉得我会选择宁静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期第二集的百海挑战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是我们目前组长祝安娜居住的房屋地段 祝禅现在在家里 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和猫猫家玩 那我们的祝有量呢 在称大人不注意的时候 竟然爬到了这么远的地方 竟然在一座木桥上 来我们来拉一下镜头 看一下到底他爬得有多远 我这个妈呀 这么小一个 就能够走这么长的路吗 哎呀我们的家在哪啊 在这儿 天哪 原来我家的有量是 要爬到这里的话 其实是要过那一座小的桥的 我觉得它还是蛮有冒险精神的 我们的祝安娜发现了有量不见了 然后就过来找有量 我们的南风也过来帮忙 那到最后呢 安娜还是决定就 带着蝉回家 然后南风呢 就是带着有量回家 哎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地上呢 就不能够放在小床上吗 我们的安娜来 把我们的祝蝉抱起来 放到小床上去睡 虽然地上有点 虽然地上应该是不脏的 但是就怕这些婴儿 就是会爬来爬去 不知道爬到哪里去 就会有危险吗 哎对了 大家在休息的时候 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喜欢听歌的话 那你们喜欢听什么样子的歌 我最近喜欢听的歌呢 是The Gift of Lights from Steve Bog 还有Brasil from Iggy Asalian 还有一首韩国的呢 是Case of Life Nutty Solo的一首歌曲 是Sugar Coat 我还蛮喜欢这种 这种吊吊的歌曲 我不清楚国内的小伙伴 是最近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 如果你想分享的话 就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在想 有空的话 再进Case里面 帮我们的寄星 再打扮一下 我们的宝宝 这是我们的助产 他身上脏了 我们让安娜 帮他洗个澡吧 孩子小时候 真的是最可爱的 好小好小 就像小猫一样 但是一转眼就长大了 来简单的复盘一下 安娜的族谱 我们的助红堂的父亲 是叶拜春 然后呢 助南风的父亲 是RICO 助产和助有料的父亲 是戴和轩 我觉得龙凤胎 其实是最完美的 一种状态 如果你只是生了一个儿子 你就会觉得 哎呀 没有女儿 多可惜 然后如果你只生了一个女儿 就会觉得 哎 连个儿子都没有 龙凤胎 是最完美的存在 我们去奖励商店 帮我们的助红堂 稍微加一点料 我们加一个金刚旁光 然后呢 我们再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 无忧无虑 我们再加个无忧无虑 然后再加一个周到 无忧无虑的人生 其实是最开心的 不是吗 心理上是非常放松的状态 我们再来一个 适应寒冷 然后呢 叶猫子 好了 差不多了 哎 我们刚刚不是给助产洗了把枣吗 怎么身上又冒绿烟了呢 真是奇得怪了 那我们再洗一次吧 等孩子长到儿童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会进Cas 再帮他们做一个全套的整容 然后呢 我想主要看一下 他们两个是不是人鱼 还是说都不是人鱼 因为他们的父亲 应该是人类吧 因为我们之前 让安娜问过戴和轩 就是你是不是人鱼 戴和轩是胡适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那所以说我很好奇 就是一半人鱼 一半人类 生出的孩子 就是这两个几率 会不会是 就是一半也是人类 一半是人鱼这样子 就是一个孩子是人鱼 另一个孩子是人类 或者说是两个都是人鱼 或者说是两个都是人鱼 我们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请了一个终点宫而已 那现在没有想请保姆的意思 因为现在两个孩子 还忙得过来吗 有量饿极了 就一定要去喂她东西吃 安娜刚刚躺下 要起来 我觉得助安娜 可能会睡眠不足 因为我们来选择更多选项 照顾婴儿 喂食 喂奶 嗯?嗯? 我们助安娜 把有量放在地上啊 我觉得助安娜 应该是太累了 所以就不想喂奶吧 那就让她去睡吧 我们让季星 来代替妈妈的角色 来帮我们的有量 来喂一下食 好吧 用奶瓶喂吧 我们的有量 还是蛮喜欢季星的 毕竟季星 是这个家族的二组长 这样挺好 以后我们就让季星 来多照顾一下有量吧 啊 我们的有量也臭了 帮她洗个澡 季星我觉得 怎么说呢 她会选择和有量一起洗 我感觉 因为之前就是有过这种情况 因为她自己 觉得身上的鳞片 非常干燥的时候 她会跟孩子一起洗 没有吗 那就是应该是 她帮孩子先洗 然后她自己再洗吧 我们的住产和我们的门卡 睡在一起 这个画面可以门化多少人的心呢 我突然想起来 为什么法埃罗可以随意进出我们的家 因为我们很早很早之前 一开始就给了法埃罗我们家的钥匙 我们先让不堪祝福的红糖 去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的季星呢 她自己也要洗把澡 她是想抱着孩子一起洗吗 哎呀 她想让祝南风给滚蛋 我不是让她去一楼洗吗 为什么她会坚持 在第一楼洗 好辣眼睛啊 刚才这是什么情况啊 好吧 她自己愿意就好 OK我们现在呢 就让我们的 就让我们的机星 还是去回大海里面睡觉吧 好 那现在时间是周二晚上 五点四十 我们有邻居过来 带着额外的食物来拜访 哎呀我们的法埃罗也来了 那我们就趁此机会 跟法埃罗也再套一下近乎 因为之前我们关系 不是有一点僵化吗 因为是安娜自己搞的 哦对了我们套近乎之前 我们来设置一下年龄 我们让这些两个婴儿来增灵吧 我先让它们增灵到儿童阶段吧 然后randomize一下 它们的一些性格特征和特质 我们的有料是心智成熟挂的 我们的助产 我们的助产 我想让它成为空想家 还有一些像万人迷啊 交集花之类的特质 OK 我们的孩子终于长大了 那我们的助安娜呢 现在就可以专注的和法埃罗搞事情 那接下来的几胎呢 就是我们的孩子只能 自己来增长自己的技能 那并且呢只能用蛋糕来增加年龄 我们来让朱安娜和法埃罗来黑秀吧 他们好像比较喜欢在灌木丛里面黑秀 希望能够命中啊 我们的助产真乖真懂事 就自己会扔垃圾 然后自己会收拾 我们的安娜有超棒名声 所有人都非常乐意参加安娜举办的社交活动 所以在活动期间取得经济奖励变得更加的容易 她还会接到带来绝佳机会的电话 出席公益派对 将加如新的职业生涯的工作机会 后者可立刻提升等级并获得其他更多的好处 如果安娜对约会感兴趣 超棒名声也能够提供帮助 浪漫的自我介绍 有机会以较亲近的恋情展开关系 大家喜欢打乒乓吗 哦 赢家是助蓝风 输家是助红堂 最终比分三比二 我超级喜欢这种球类活动啊 像排球 乒乓球 羽毛球 都是我的最爱 但是这种类型的球类活动 就是要有人跟你一起玩才比较带劲嘛 我们中安娜迫不及大地想去咽下孕 太棒了 吃两人份 我们终于怀上了法埃罗的孩子 我们快跟法埃罗去说一下 哦 他正好过来了 来 我们来分享一下重要的消息 哎 我们的小腹已经隆起了吗 哇 法埃罗还是蛮开心的嘞 挺好的 哎呦 小韵吐的感觉 我们先进Cas 帮有亮和助蝉整容 哎 我们的助蝉是人鱼啊 太棒了 OK 我们现在就来选择喜欢和不喜欢的事物 然后来 来选择他喜欢的音乐 还有一些他的特征和技能吧 岛屿音乐肯定是要的 田园 爵士 电子音乐 流星音乐 浪漫音乐 嗯 我觉得情感情绪这方面的话 其实我喜欢让我的孩子有很多的emotion 嗜好语技能的话也多一点吧 这个小姑娘跟她爸爸长得蛮像的 那发色发质还是蛮像的 然后五官确实 确实 一看就知道是戴和轩的种 眉宇之间散发出的气息 给我的感觉是她长着一张聪明脸 但是呢 有股老气恒秋的感觉 所以说我要来帮她整一下容 那一般性的情况下来说呢 小姑娘的脸型轮廓和头发都是像爸爸的 所以呢 头发就选择了黑色的长发 但是肤质还是像妈妈 哦 我们的祝有亮也是人鱼耶 她长了一张非常开朗的脸 但是这个侧面 没有没有 我已经不想多说什么了 我们就开始整容吧 嗯 其实她这张脸呢 是安娜和戴和轩的一个结合体 我还蛮喜欢她的眉毛的 那她的眉毛我就不改了 然后整张脸的气质我也不会改的 就是那种非常开朗的那种小男孩 她这款发型还是蛮像她爸爸的 虽然颜色不太一样 不过没有关系 OK 我们差不多 这两位小孩就已经整容正好了 我们的朱安娜换了一身型头啊 她现在正在上网看视频 看YouTube 戴和轩说 啊 我听说你和法路成为朋友了 她真的很酷 我们余安娜心里在想 我们从上一个挑战开始就认识了 我们的有量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季心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有量她现在窝在被窝里面可能在玩耍 然后她现在呢去酒廊里面玩耍 然后呢直接去上个厕所 然后直接睡了 这样子 我们的季心到楼上来准备来玩电脑 我们的朱安娜呢 在和南风讨论健康饮食的这么一个话题 因为毕竟朱安娜怀孕了之后 她就更关心她的一个饮食状态 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朱安娜想出去走走 因为上一胎就没有出去走 闷死她了 然后呢 这一次她就想加入我们的模范公社小队申请加入 然后现在是菲尔斯西沃恩来邀请安娜和他们一起聚一下 然后可以正式提出申请加入他们的模范公社 开始俱乐部聚会 确定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大型的游泳池聚会场所 里面应该是有吧台的这种 我们戴和轩又来短信了 我听说你和法尔罗现在是好朋友 你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 其实我们朱安娜一直都是蛮受欢迎的 就是因为参加了百海挑战之后呢 我们三星名人就降到二星名人了 因为她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增长她这个曝光度嘛 哎这位女士是光着屁股吗 在能播吗 哎为什么会就光着屁股啊 OK我们大家就当她穿着肉色的裤子好吗 安娜学到了惠亚的以下特征善良 我们的惠亚是安娜的粉丝 第一次见面因为看到了安娜之后就开心的晕倒在地上 惠亚其实是一个日本人啊 就是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日本人 还是全部都是日本人啊 我到现在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记得她是有日本血统的 我们的安娜呢顺手拿了一杯斑手饮料 然后和大家聊完天 把饮料喝完之后呢 她准备去做个日光浴 除了要小心腹中的胎儿之外呢 其实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注意的 然后毕竟我们安娜是人鱼嘛 就特别喜欢泡在水里面 特别的舒适 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去奖励商店看一下有什么是需要买的 我们买个适应寒冷 还有周到药水 清醒 我记得我们之前买过 还有什么 我们买了两个周到药水吗 无所畏惧 还有清醒 漫不经心 可以了 当我们安娜正在享受日光浴的时候来了一堆狗仔 根据我们安娜的性格的话呢 我觉得她应该直接会上岸 然后跟我们狗仔队聊天 然后拥抱一下粉丝 因为我们的安娜性格是超随和的了 我们来换一个合适的地方拍几张照 然后聊几句闲话 我们要给媒体留个好印象 这样子媒体才不会写出太坏的报道 一般性情况来说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能够给媒体留下比较友好 和情商高的一个印象的话 我觉得媒体应该不会故意去害你怎么样的 但我也是这么一说而已啊 谁知道呢 现实生活就是比较复杂 拿一把雨伞 我们就随便选一把小黄鸭雨伞 不晒黑 呃 不太的话呢 就是恶挪多姿不太 我们来选那个奶油可乐吧 哦呦 又有那么多的 哦狗仔队 她也是狗仔队 不行 我觉得我们安娜要撤了 这样太多狗仔队应付不来 而且她现在正怀着孕呢 我们安娜正要走 然后从身后就来了一位 安娜的粉丝 她的名字叫蓝燕 我怎么不记得我捏过她呀 她不太像随机生成的NPC 但是我真的不记得我有捏过她 她长得像是狐狸一样 尤其这个耳朵还有这个五官 那么安娜现在就决定呢 我们吃完晚饭再走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打开一盒晚餐盒 我们今天吃的是冰 and vegetable soup 来我们现在来坐在游泳池边 来享用我们的晚餐 哎 贺泽李健在这里 就是我们梁梦英的儿子 哎 我们蓝燕也是坐在游泳池边 那我们干脆跟我们蓝燕说说话吧 也许以后哦 蓝燕是我们的潜在的浪漫对象 祝安娜直接开门简单地选择了诱惑蓝燕 所以说我们开始了有粉条 但是我觉得安娜今天应该无心恋战吧 我们直接回家 安娜打算等孩子生完之后呢 再和蓝燕再续前缘 哇 这个走路的姿势 OK 我们马上就要到家啦 我们的祝蝉在屁幕养神 我们的安娜 我们去楼上看一下 她的另外几双儿女 红堂正在玩电脑 这是她大女儿 那她自己呢 就是也想休息一下 因为刚回到家嘛 所以就坐在小床上 玩玩游戏聊聊天之类的 看看新闻 我们安娜现在觉得特别的开心 我们红堂每次听音乐的时候 就这幅鸟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是因为 因为它是人鱼啊 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姿势 还是怎么样子的 如果大家知道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姿势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来让红堂读点东西吧 我们的南风正在画画呀 他是自觉地去画画的 我没有任何去操控他的一些动作 我们来抚摸一下门卡 喂点食 那顺道呢 我们要记得补充一下猫粮 看一下猫粮是不是新鲜 然后并且呢 我们来铲食 然后清理一下猫杀 新一季电视节目首映 我们要不要去看 我们的猪安娜 感觉到不是很舒服 因为是孕吐的缘故 我们就让它呕吐一下吧 吐出来会不会舒服一点 说到怀孕这件事情吧 像我的一个球友 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女生 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但是她每天都还在打球 然后我就觉得心里还蛮慌的 我就是我再也不敢跟她打了 等她怀孕生完之后再说吧 我们来进行擦拭完美 并且升级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AI厕所 我们家屋干完之后呢 猪安娜就是想休息一会儿 就是想在旁边的 小小的游泳池里面躺一会儿 我们来看一下红堂和季星 他们正在看新一季的电视节目首映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站着看电视 不能坐下来吗 哦 坐下来了 奥门卡遭到了臭又碰雾攻击 好恶心 这种挥之不去的气味 应该会消失吧 哎 我们是不能够给我们家的宠物洗澡 还是怎么样的 那模拟人生寺里面 有没有就是宠物的美容院呢 未完成的作业 有量来到班上的时候呢 他发现他应该要交作业了 但是他没有做完 但是他可以抄同学的 我们还是实话实说吧 好吧 我觉得抄同学的也没有什么意思 就算跟老师说那又怎么样呢 就说哎 我忘记做了 对吧 其实很多时候抄作业也是老实逼的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嘛 我们的数学老师会布置很多很多的数学题 就是明明就是抄出 每天晚上应该要做的量 然后就导致很多同学就是做不完嘛 70%的同学就是早上起来 就六点钟到校 然后就互相抄作业嘛 要不然就是睡眠不足 然后有一次坐在我前面那个男生 他抄作业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 然后我们的数学老师就直接走进教室 然后把他的作业 当所有人的面撕掉了 而且撕的是稀巴烂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心里就是有种口拒感 你知道吗 已经不是说想抄作业和做数学题 我基本上就是对数学课就无感了 我们现在来进CAS 挑战一下我们的机型 其实我们机型长得还是非常的美的 尤其是45度角还有侧脸 我们来换一件衣服吧 这就是我们第一代的机型穿的衣服 然后呢我们来改示一下他的一个妆容 我们来调整一下他的运动服吧 这款发型真的是蛮好看 还蛮适合他的 这个颜色也是挺漂亮的 OK我们就这样了 我们机型这种长相可谓是淡妆浓膜 总相遗 门卡看上去需要关注快去拥抱和抚摸他吧 有量的体育课必须慢跑很多圈 以锻炼他们的斗志和肺活量 他跑完第一圈的时候发现台底下有个缝隙 刚好能够让他休息一下 如果他能躲在那里 做完几圈教练会注意到吗 继续跑啊肯定是要继续跑 为什么呢 就是你到了最后考试的时候 你会跑不下来的 你还不如就时间之前 你就算跑得再慢 也要跑下来 我们安娜收到了一条信息 说很抱歉打扰 我听说你这个很棒的人 是否有兴趣捐赠我们的慈善机构 捐吧 这个原则这个人长得 不管他长什么样 我们就善事 我们能够做的 就尽量去做 我们的助友量达到了两级的社交技能 助产也获得唱歌技能 这些都是没有我在操控的 他们自己获得的技能 安娜感到非常的开心 是来自私人泳池 虽然私人泳池是为儿童专门设计的 但是不代表大人不能够玩哦 这一条短信呢 是开场表演者的一个工作邀约 我们先接受 接受再说 现在是礼拜四的晚上六点半 夕阳西下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任务呢 就是陪着安娜 好好的养胎 好好的休息 天变得多彩起来 大红大紫的 颜色呢 让天空更加绚丽多彩 恶努多姿 像是云朵偷喝了放在屋顶的酒 她的脸颊顺应成了晚霞 晚霞把灿烂的夕阳当成强光灯 固定了红红火火的背景 一个非常优美养人的环境对人的发展和成长是有积极的影响的 尤其是心境吧 我是想把志气症的画面作为我的一个 Thumbnails 就是背景 封面啦 背景封面 我们的朱安娜已经解锁了健康食品 狂人的健康生活方式 我们要不要提早解释我们的新一期电视节目首映啊 现在 谁啊 可以把来聚一下 我们刚才是不应该是提早解释那个节目的吧 我们朱安娜的怀孕到了第二期 是我第一次看到伯爵啊 不请自来来探望安娜 我们要不就 打个招呼呗 拥抱粉丝 对 我们要以那种明星的光环来拥抱一下粉丝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安娜是不是不太喜欢被碰啊 哎呀 完了 又开始吵架了 第一次见面就开始吵架 我们还是温柔的道歉吧 我觉得不至于啊 就这么点小事 根本不至于吵架 我们来振奋一下人心啊 就跟他说一点说一点话 能够提高一下我们的友谊值 伯爵才是青年啊 就长成这个样子 他青年的含义是已经100岁了吗 然后中年是200岁 老年是300岁 我们的伯爵一溜烟的就走了 留下一堆垃圾 还有倒翻的垃圾桶 我们的伯爵去哪儿 他也没有跟我们说 就是他要走了 说再见呢 OK我们安娜上床休息去吧 反正也没什么事 现在就养胎呗 我们的友谊去奖励商店 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买的 金刚旁光 哎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超爱啊 周到也是 我基本上每位模拟小人 都会买周到 如果是主控家庭的话啊 爽快也是 OK差不多了 哦 我们的伯爵会不会在楼上啊 我们会在 哦对 他就在楼上玩我们家的电脑 自说自话 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们的猪蝉要去洗个澡 然后洗完澡之后呢 就上床睡觉去了 然后我们的友谊已经在床上 他是在被窝下看书 还是在玩手机啊 很小心眼睛哦 伤害眼睛 我们的安娜睡得正香啊 挺好 好好地休息 好好的养身体 我们现在家里呢 只有 只有我们的猪虹堂 在那里跳舞 获得跳舞技能 他精神怎么那么好 他跟大家的一个作戏时间都不太一样 这条裙子还是很好看的 非常的极简 但是它的剪裁又是特别的性感和优雅的 那现在梦到了之前在公众场合的游泳池和狗仔遇到的场景 他马上就睡醒了 我们来让安娜吃porridge with berries and nuts 好吧 然后再喝一点 smoothie 这一看好像是 rustberry 哦不对 是grap grap smoothie 我们让安娜吃东西的时候慢一点 一定要心情好 这样好消化 好吸收 她现在心情真的是不错 挺好 对于怀孕的孕妇来说 是一件好事 我们中安娜又打开了另外一道餐点 这是roast chicken or steak asparagus and tomato 我们的红糖来找她的妈妈朱安娜聊天 她们在聊科学吗 母女俩的关系真的是不错 因为红糖是朱安娜的第一个大女儿 那当然非常心疼的啦 非常疼爱 我们安娜马上就要吃饱了啦 我们把剩下的食物放到冰箱里面去 下一次再吃 我们来和女儿红糖聊下天 哦 她们的关系真的是令人羡煞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的红糖 我们的红糖直接是 亲我们安娜的脖子吗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有一点 哦天哪 粉条出来了 这什么情况 她说安娜与红糖刚刚成为了好朋友 这个怎么可能 仅仅是好朋友的关系啊 粉条都已经出来了 而且粉条都已经是六分之一了 四分之一有没有 你看她们的关系是暧昧对象 虽然现在说不准 就是说不准的暧昧关系啊 哦天哪 为什么这种事情在我的游戏实况里面会发生呢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让我稍微冷静一下 没事啊 没事啊 没事 毕竟是自家人 怎么样都无所谓 叫她们乐意 那我们现在就 我们来交换一下我们内心的秘密 哎 我不知道我们的夜拜初 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应该是心里一惊 然后就觉得 哇靠 然后就觉得哎 算了 反正都是自家女人 哎 我们的男风默默地走进这对母女 坐在床上 看着她们聊天 等一下 她这个眼神充满着怨恨和紧张的气息 哇 这个是judging的眼神吗 啊 原来是极端的肾上腺素戒断 她的生活好久没有刺激感了 她也想来点刺激吗 哦 哇靠 这句话我说出来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种 非常奇葩的可能性呢 我们任意来短信说 恭喜你找到一份好工作 哎呀 我这个妈呀 哎呀 安娜 你先把那个孩子生下来再说好吧 我们来让我们的有量努力学习 在学校里面吗 我们先不要做什么事情 进到肚子里面的孩子 我们先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呢 你想做什么事都无所谓 我们来帮季星去奖励商店 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买的 万人迷金刚膏膀胖 保持清洁啊 差不多了 我们每个阶段稍微买一点 每个阶段买一点 这样子 为了迎接新生儿的到来 我们的祝安娜决定新增宝宝的一个旋转玩具 然后升进我们的婴儿床 升起成一个小鸟风格 这小岛风格 这里还可以播放摇篮曲 还挺好的 我们顺便来升级一下 我们的AI厕所吧 增加热针发起 我们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她上面说 我们听说你是个很优秀的自由生 你会是个很棒的科技达人 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工作 我们的安娜拒绝吧 因为之前已经接受了一份演艺工作了 我们现在跟门卡互动一下 跟一些宠物互动心情超好的有没有 然后呢我们再来跳一点健身舞 但不能够太过于激烈吧 就是有助于之后的生产 我们的猪安娜又获得了跳舞技巧 我们现在呢是礼拜五的晚上傍晚 六点多又是西洋西夏的时候 阳光洒落大地的这种色泽温暖的气氛 我对这种气氛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我超级喜欢这种氛围感 我们的安娜呢就是和激辛聊聊天 分享一下烹饪的诀窍 然后呢在iPad Pro上面呢 跟别人聊聊天看看YouTube影片 我们猪安娜怀孕已经到了第三期了 我们就在生孩子的道具室当中 我就让他去静一下心吧 去读一点书 看一点东西这样子 我们可以做一点点 观众 我们就想要来给他 我们要去洗这些 我们就去洗这个 我们珠安娜呢 现在在露台上 喝点她之前买的健康饮品 我们尽可能的 就是让自己心情好一点 一定要放松 放松身心 然后就是多走动走动 但是不要那种激烈的走动 我们安娜呢 刚刚刷完牙 洗完澡 洗完脸 然后呢 她正在照镜子 她现在绝对喘不过气 是礼拜六的早上四点 四点多 快到五点了 我们安娜终于要生产了 应该开始公缩了吧 现在应该是正式公缩了吧 加油 我们现在应该是正式的公缩了 安娜感觉到非常的热 然后现在她正在经历情绪正念 OK OK 生了生了生了 安娜真的生小孩 看起来就很疼 所以说我才会选的 在家里面生嘛 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的放松 那我们这次的孩子呢 就是一个女孩 我们就以数字来命名吧 因为我怕一直都是取名字的话呢 就记不清楚 吃第几个第几个孩子了 我们安娜生了双胞胎 棒 那我们这一期的白孩挑战呢 即将要结束啦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哦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